作為民建聯的房屋事務發言人 過往這四年我們都一直推動特區政府 是要加大力度去處理房屋問題 大家見到現在的輪候策 輪候時間快要突破六年 所以過往一段日子我們不斷推動政府 要透過多管柴的方法去增加土地供應 民建聯較為突出的都是要求政府 要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去處理一些地問題 另外我們都力速政府要修改公私營的房屋比例 由以往六四比已改變為七三比 即是七成是興建公營房屋 三成是作為私營房屋 這個在未來十年公屋的發展上 都有長足的進步 其實作為我一直跟進房屋問題 我們都透過不同約件的政策局 運防局、發展局 以至乎到每一次見特首以及師匠都提出 我們要確保供應房屋供應量要持續上升 其實過程真的突得到政府的支持 我們都在下面收集了很多民意 我相信這有效是增加多些供應房屋的供應 讓一些住在不惜設居所的朋友都得到一個安穩 作為九東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我過往都積極推動解決醫療問題 因為你會見到其實我們九龍東人口都會比較老化 特別黃大仙的聖母醫院 一直以來都希望爭取又有24小時的急診服務 或者是急症室服務 慶幸我們聯合醫院和聖母醫院都得到重建 現在聯合醫院都進行得如火如荼 我們都會繼續推動政府處理好 另外九東黃大仙加觀塘都在講交通制室問題 我們都成功促醒到政府去落實興建東九龍鐵路線 另外還有就是那個叫做文化中心 大家知道我們的東九文化中心現在都興建中 其實各項工作都是突顯到我們一直去關心九東 亦都希望讓我們九東居民在不同的方面得到提升